好 但這一次 沒有人可以阻止阿友 他北上召開記者會的決心 他擔心路上會被跟踐 他甚至還故意先往南坐 坐到了左營 然後再從左營換車 搭上了這一列北上的自強號 而根據精神建立醫生 他的判定 在當時阿友 他已經產生了妄想了 他懷疑有人要設計他 要炸領他的保險金 所以他到處去求救 他甚至還跑去買了兩把刀 要自保 他已經適宜在一個發病的狀態 所以當他在車廂裡頭 遇到了要查票的列車長 遇到了上車 要來處理股票糾紛的 鐵路警察李承翰 在阿友的眼中 都被妄想成是要害他的人 甚至當時 所有在車廂裡頭的人 也都是一伙的 他直覺在嘉義站 有人在等著他了 只要他一下車 他就死定了 阿友的編護律師 特別提供了這一段 19秒的畫面 強調從這一段畫面當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當時阿友對話的對象 已經不是站在他眼前的 那個警察了 他其實是在對著空氣說話 他在自言自語 而這一點就足以證明 阿友在犯案當下 他已經嚴重地發病了 而他的家人卻渾然不知 阿友是一名思覺失調症的患者 當然更不可能有人知道 阿友他最近兩三年 他被拖欠了大量的材料費 他為了省下幾百塊錢的掛號費 他決定不再回診了 他自己就把藥給停了 所以才會導致他的病情復發 一發不可收拾 阿友來到了台南火車站 賣了一張由台南往新營的車票 但是他卻往南搭 搭到了新左營 他心想他到新左營後 在搭車北上 就可以甩開那些跟蹤他的人 阿友搭上了台鐵自強號152次列車 只要到台北找到記者成型 就能阻止整個整人計畫了 就在火車即將抵達嘉義站時 他卻發現車廂裡有一個人在監控他 阿友嚇到了 他沒想到他的行蹤怎麼這麼快就被發現了 他想躲卻遇到了列車長 列車長手裡拿著掌上電腦 在車廂裡查票補票 一個平常不過的查補票 看在阿友的眼裡 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阿友說列車長手上的手機 上頭有他的照片 列車長一定在找他 要抓他 阿友滿腦子想的是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要針對他 他可以補票 也有錢補票 為什麼列車長非要他在這裡補票 非要他在嘉義下車不可 一定有鬼 阿友說他覺得對方的查票 裡面事實上是不是有他的照片或是什麼 他跟他妄想就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當然這些其他人在圍過來的時候 他覺得你們都是一夥的 你們要針對我做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就一個一個加上去了 他覺得下車他就會立刻被人家殺死 人家害他的保險境 而這些車上的乘客 包含列車長 乘客 還有這個警察 都是在特地的針對他 二十四歲的陸姐黎晨翰 接獲行車室的通知 來處理這個補票糾紛 阿友一看到警察情緒更激動了 為什麼他們非要他下車不可 他只是要去臺北開記者會 眼前的警察一定是要替魔鬼執行任務 要來害他的 這是阿友攻擊警察前十九秒的畫面 畫面中阿友不斷對著 站在他面前的李承翰咆哮 當時李承翰手裡拿著無線電 似乎正在叫支援 但這個時候的阿友 已經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一句很和氣 需要讓誰死 阿友是在對誰說話 他心想既然每個人都針對他 那他就把事情鬧大 他寧可死在車上 也不要讓那些壞人得逞 短短幾分鐘的時間阿友被制服了 被拖下月台壓制時他已經無力反擊 但是他的這一刀卻奪走了一條寶貴性命 阿友的太太對著鏡頭哭著下跪道歉 身形殘留的他 受憂鬱症所苦 體重只剩下三十五公斤 憂鬱症很久沒吃 他現在因為經濟壓力重 很久沒吃 爬得到他去 你這很可憐 阿友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小溪說案發後他到醫院去調院 在醫院去調院 我心裡很難過 因為我知道他們過得很痛苦 因為你看我媽媽她是 她是真的已經疲不了苦 其實我覺得我爸她都很辛苦 阿友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小溪說案發後他到醫院去調院 就約了爸爸的就醫紀錄 才知道爸爸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已經兩年沒有回診了 這是案發後二十多天 小溪向醫院調閱的病例 從二零一零年確診思覺失調 開始到二零一七年 阿友該回的診 該吃的藥 他都沒少 他說看了病 吃了藥舒服不少 但是病情緩解 經濟壓力並沒有 看病要花錢 尤其到大醫院 縱使有補助減免也要好幾百塊 這些錢夠一家人吃好幾餐了 2017年2月3號的這張病例上頭清楚寫著 阿友仍擔心會被下毒 醫師認為他的病情沒有惡化 卻也沒有改善 這是阿友最後一次看病 這次之後他再也沒有回診紀錄 但是醫生說 刺絕式調整就像慢性病一樣 得要持續被關懷追蹤治療 沒有惡化不代表不會惡化 他如果中斷治療的話 其實很高比例的會復發 其實不治療的話 三個月其實有一半會復發 半年內幾乎百分之百會復發 或其實有些基本上 他也可能會掩飾 或說其實會壓抑他本身前來的症狀 其實或許周遭的人可能不見得看得出來 但終究其實他還是以這個樣而言 他還是發病了 如同醫生說的阿友復發了 儘管一開始他還能忍著 但新工作的轉換 經濟 生活的壓力 再加上薪資被拖欠的疑慮 在他的腦海中慢慢形成了一套整人劇本 那些曾經跟他合作過的人都是主謀 那個妄想是會一直一直編故事的 但也幻覺是隨時會出現一些新的聲音 在跟他講 就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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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什麼 反正各種的聲音都可能會出現 特別是當他草木兼兵 把每一個人都當作壞人 都當作是要害他的人時候 他怎麼辦 他就會要產生反擊 大部分的我們所謂的精神病的病人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要攻擊我們 這不是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是因為為了要保護自己 你為了一個票務殺了越遠警 不是一個票務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 這是一個有計劃的 差點發生金不是這計劃 計劃什麼 計劃五對就這麼好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號 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法官認定阿友因為思覺失調症 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判處無罪 併處五年的監護處分 判決一出引發輿論質疑跟批評 李丞翰的父親更在一審宣判的一個多月後 抑鬱離世 輿論的憤怒 讓法官鑑定醫師都被肉搜起底 網友直接批評 每殺一個人都說自己有精神問題 那以後就去找醫生裝病再去殺人 就無罪了 更有人質疑沒有辨識能力 還有辦法買車票 我看法官才需要去就醫 有精神病家人還放出來爬爬燥殺人至死 家人不應該列為共犯嗎 只要裝一個有思覺失調症並不容易 他會有幻覺 他會有妄想 所以通常也不是說他自己想要裝就可以的 精神病人並不等於無行為難力 你也知道要上廁所 你也知道要做些其他的事情 可是事實上你的幻覺跟妄想 還是隨時的影響了你思考的判斷 他覺得要去做這個事情 他才會得到救贖 他才會改變他的命運 或是其實這些東西才會解脫他的痛苦 人民的殞落 凶手沒有得到懲罰 五年的監護處分 一百萬元的交保金 無法貧富社會的不滿 身為加害者家屬的小夕跟媽媽 更因為爸爸一個人犯下的過錯 只能懷著對被害人的虧欠 承擔所有的責難 我真的就覺得很抱歉 然後我就 我不知道怎麼去去講 殺警的陣型兇嫌 在法院開庭中 稱自己是中邪了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敢看新聞的 就說什麼媒體會挖出你們 你們是誰 他們都知道 然後你們住哪都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說 我也很害怕 我想說人是好像完了 案發之後 蜂擁而知的媒體 讓小夕連家都不敢回了 她跟媽媽最後只能倉皇搬離 那個他們曾經住了十年的家 但逃能逃去哪裡呢 寄人籬下的他們 只能更努力的過日子 小夕說她知道爸爸犯錯 但是他們一家人艱苦的一路走來 看著養育她長大的父親 儘管害怕 她仍想站出來替爸爸說說話 小夕說她自己心裡也明白 身為加害者的家人 不論說什麼 或許大家都聽不進去 但縱使只有一點點可能 她都想試試 只盼大家能夠聽聽他們的聲音 只是說不管你們今天有沒有採訪我 都影響不了社會大眾的言論 我其實還是覺得就是 有一些人他們會願意去聊天 只是可能不是大多數的人 至少有人可以看到 比較實際的狀況 不是比較表面的 好 剛剛我們提到了阿友在案發當天 一連串對外求助的行為 其實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是有機會可以接住他的 但為何最後都漏接了呢 鐵路沙警案被告阿友曾經穩定就醫十年 卻從二零一七年開始沒有回診吃藥 導致急性發病 回顧阿友在犯案前的行蹤 前一天他一直嚷著有個整人計畫 儘管同事覺得不太對勁 卻沒有人想到要帶他去看醫生 中邪是親友的第一直覺 沒有人意識到這是發病的前兆 案發前阿友去了派出所 社會局議員服務處保險公司 還去買了刀 這十多個小時阿友就處在他 他的妄想世界裡 他已經在發出求救訊號了 以警政系統為例 阿友案發前到了兩間派出所 當時候員警覺得他怪怪的 但是他並非列管追蹤對象 也沒有至上傷人 基於人權無法強制就醫 只能通知家屬把人帶回家 沒有辦法再做進一步的通報 請家人帶回去 那可能家人他也不夠清楚地意識到說 他現在狀況可能趨於慢慢惡化的情況 而導致沒有就醫或是就證 或是找去找協助 有人去安撫他可能會讓他暫時情緒比較平和一點 可是他那個想法是不會變的 因為這是一個生理上的疾病 他腦部的可能某一些神經傳導物質異常 導致於他有這樣的妄想 所以這個妄想除了你去治療他 否則他是不會改變的 專家說思覺失調症急性發作 需要的是治療 但是有誰注意到了 一個部分是精神疾病患者本身的辨識跟處理技巧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警察人員應該在第一線人員 應該是在養成訓練中應該加強的 如果他們能夠積極的群 譬如說現場附近的公衛護士 或醫療人員來做一些協助 我覺得其實可能會有一些不同 不過確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第一個他們訓練不夠 第二個患者可能未必達到那個程度 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 從家庭 從教育 來讓這樣子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 我希望我們以後的子子孫孫 都不要再出現這樣子的人 同樣身為被害人家屬有切身之痛的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裕 二零一六年他的寶貝女兒 被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歹徒奪走了性命 他的親身經歷 讓他看見了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我覺得那時候因為我們有持續的倡議 覺得應該要了解犯罪人的生命史 以及他過去的這些犯罪成因的部分 來理解他這個人 所以其實就會看見中間 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應該要推動很多在前期的預防 該做的事情 還有說怎麼樣 把社會安全網補起來 大概將近有四萬名的精湛者 可能是需要社區關懷員 去家訪去關懷的 可是大概社區關懷員 目前的配置 大概其實將近不到一百人 或者是頂多超過一百人 他就要說每一個社區關懷員 他手頭上必須要 各管追蹤的案子 差不多將近四百位 所以就會變成是 他只能還是靠自己的 自己家庭的力量 然後決定要不要去看醫生 決定要不要去求助 許多專家都告訴我們 思覺失調症就像慢性病一樣 需要長期的追蹤與關懷 但現行的制度下 會被追蹤列管的對象 只局限在精神衛生法的嚴重病人 要有住院紀錄才會列入追蹤 像阿友這樣為達住院標準的患者 就不會被追蹤關懷 一旦自己不主動回來 等同於是斷了線的風箏 只能放任他的病情 自由發展 為什麼要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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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殺人 不要殺人 他離癌的父親為了找他 還因此摔斷了腿 而王景韻因為思覺失調症 再加上吸毒 曾經因為對父母施暴被送醫 卻不符合住院條件 沒有被列入追蹤 他與家人沒有病識感 也就沒有穩定就準 從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零年 衛福部一千八百多億的總預算 只有二點三二億千分之一 用在精神疾病的防治 缺錢又缺人的狀況下 社會安全網網不住這些人 一旦精神疾病患者犯案 第一時間患者跟家屬 面臨到的是排山倒海的批評與質疑 二零一七年二月 是阿友最後一次看診 那一年小夕還在念高職 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時期 霸凌媽媽的親生與家暴 他連自己都快要顧不了了 我就很痛苦 我就每次想到 我就每次就一直哭啊 我會覺得說我身上流了很多血 心就是變得很黑了 就是變得很不快樂的那種 都是不快樂都是負面的 可是我是覺得說就是 如果是這樣一次好像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會來幫我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媽媽那樣子 他頂多是自殺的時候 好像才有那個社工來看過他 不少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家庭相對弱勢 不是照顧者年紀很大 就是患者是家中經濟支柱 甚至有些家庭像小溪家一樣 有超過兩個以上的精神疾病患者 怎麼求救去哪找資源 45歲蔡姓男子掐死妹妹後 十分後悔馬上報警 自己也吞下大量的鎮定劑 蔡姓男子和家人吵架 突然情緒失控 竟然拿刀朝自己的母親和伯母 阿姨三個人砍殺 蔡姓男子找不到妹妹 就持刀刺向櫃台的護理師 另一位跑出來的護理師 想勸阻也被男子瘋狂刺傷 王醫師衝到走道 最後更是被刺到滿身嗜血 監察院在二零二零年一月 透過對衛福部的糾正案 指出政府對於這些照顧者 沒有能夠及時提供協助 舒緩他們的壓力 以至於從二零一八年的四月到七月 發生了五起精神障礙者家庭 不堪壓力而自傷傷人 過往的悲劇歷歷在目 誰會希望自己跟家人生病呢 應該受到關懷的家庭 要被好好治療的病人 不應該只剩下他們為疾病 為生存獨子奮戰 以這次的防疫 其實就看到其實台灣 因為健保卡本身相對一個連結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就醫資料 可以出入境資料 還有其他相關的情形 當然也提醒我們 可能他可能有風險 當然他可能需要列管 或他可能要去注意 事實上在台灣 可能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可是當然這個人權的考量 跟界限 包括一個個人的隱私 怎麼樣注意這個需求 可能這個部分 怎麼去做討論跟拿捏 這個是要去考慮的 因為他低收 其實他應該就有低收的資料庫 然後如果他是精神疾患者 他其實有救醫的資料庫 對 像這些其實就可以交集出 某種程度 如果是兩個 三個 四個資料庫 都交集出來的這些人 就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可能就是最高位的人 比如說檢診流資訊進來 假設他已經三次 在不同的檢察局都有去備 他其實那個東西 相對就是他 他真的遇到一些狀況 其實這樣的東西 可能不見得是需要 額外投入很多的經費 或投入很多的建制 或是投入很多的人力 而是現階段其實是可以做的 我們要把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補起來 我了解民眾的憂慮 這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事 更是政府的事 這集鐵路殺警案 一審宣判無罪 原本是五十萬元交保 後來因為社會的輿論反彈 追加到了一百萬 不過因為家屬沒有辦法籌錯保釋金 阿友現在還被關在看守所裡頭 但是反過來看 如果今天阿友他的家境 他是可以負擔這一百萬的保釋金呢 那是不是代表了阿友他就可以得到 短暫的自由重回社會 但問題是 當初讓他失控殺人的思覺失調症 並沒有因為一審宣判無罪之後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就不要合遇了 而做出這樣子判決的法官 難道都不擔心在被告交保出來之後 他有可能再度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嗎 阿友他關在看守所 已經一年多的時間了 他知道自己殺死了一個警察 他願意道歉 他也知道一審的宣判結果 他是無罪的 但是他並沒有非常明顯的情緒反應 儘管他現在已經開始服藥 但是根據了解直到了現在 阿友他還是堅持在案發當下 他是中邪了 他還是堅持那個整人計劃 還在等著殺他 從殺檢案發生後 阿友積壓在看守所已經一年多了 從一開始的病情不穩 到現在在看守所內吃藥治療 病情慢慢穩定 他也許知道他現在正在服藥 正在看醫生 但他不認為在108年7月3號 他所經歷的事情是假的 他認為他心裡面所感知到的 換天啊 幻想出來的人跟情節 他到現在都還是覺得 那是發生過的事情 他就知道他殺了一個人 並且他知道犯的錯 他也願意要道歉 案發後阿友從看守所裡寫信回家 上頭短短幾行潦草字跡 他寫到要小溪跟媽媽和平相處 對於妻子 這裡行間都是道歉 他說他這一次中邪了 本來以為人生快要露出曙光 沒想到會弄到如此 他也不曉得要如何解釋 只能說抱歉 小溪則怪自己 怎麼沒有關心爸爸 提早發現爸爸的不對勁 他說這段時間 他去看了爸爸幾次 有時候騎車去 有時候則是姑姑或堂姐家人 帶著他去 但爸爸一看到他 他總是念著要他幫忙 把被積欠的工錢要回來 他寫回家的另一封信上寫著 一起工作的詹先生 還有十六萬的工資沒有付清 擔心對方會否認欠款 拿不回這一筆錢 究竟有沒有欠款 小溪說事發後 詹先生曾私下去找過他 給了他一筆錢 說是要給母女三人的集用金 對外詹先生說他沒有欠款 但面對阿友的指控 我們試圖打電話 給詹先生求證 他一聽到記者來電 就直接掛上電話 不願多說 有沒有欠款 成了各說各話的羅生門 但確定的是 經濟是壓垮阿友的 最後一根稻草 最根究底的是他的這個經濟壓力 為什麼長期在我們的社會 是處於一個很邊緣的情況 他並沒有什麼解讀 他看這個事情仍然是 我覺得還是像他的情緒反映 他並沒有任何的高興喜悅都沒有 他講的好像是一個 剛剛第三人發生過的事情清潔 好像在描述別人的清潔 鐵路下情案 一審宣判無罪 還有五年的監護處分 那為什麼是五年呢 如果患者的狀況一直不穩定 是不是五年時間一到 也要解除他的監護呢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號 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殺警案被告阿友 因精神障礙判處無罪 並施疑五年的監護處分 引發社會批評 明明已經是精神病患也殺了人 卻可以釋放在外 那不是很有危險性嗎 為什麼不用關 事實上問題是出在我國的刑法 監護保安處分 太過缺漏了 刑法的監護處分 最長就是五年 外界都在問 阿友的精神狀況如此不穩定 五年的監護處分真的夠嗎 那為什麼只下五年的判決 是因為目前的法令 最長都是五年的期間 那我們要看的是 如果大家都認為 這個五年的時間不夠的話 這個病患一旦出了精神的院所之後 我們要如何讓他在社區裡面 跟我們共存 但要怎麼確認監護處分後的病犯 沒有再犯之餘 後續的銜接機制是充足的呢 外界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2003年板橋這名誠信男子 自稱因為心魔作祟 殺害了一對小姐妹 最後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症 遭判刑十二年 服刑六年後他假釋 並失於兩年的監護處分 但是就在實施監護處分後的五個月 他就離開了 醫生因為他長期在執行他們 就比較久接觸比較久 他認為他是沒有精神病 醫院說 陳姓男子的思覺失調症治好了 檢察官將監護處分 改為保護管束 要陳姓男子定期回診報道 沒想到假釋後不到一年 已經被評估治癒的陳姓男子 又再一次犯案 到底問題出在哪 搭託 Jo 森 檢察官 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